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集介紹一下周大福1929 今天隨著市場 在下午時段反彈上來 連續多日的下跌 今天是修復到晚九點樓上 是收盤的 後市下午的市場有些氣息 這隻股票周大福今天是 連續多日的下跌 貼著保利加通道低位 開始吸醜量大量的出現 並且在近期前低位的位置 3月7日出現一支大的陰軸 我們給它高低線 我發覺今天的開盤很特別 在這支大陰軸的低位以上開盤 並且在盤中升穿了3月14日的頂 如果有留意到這些超跌的個股 發覺通常出現大陰軸 成功非常大 吸醜量也持續出現 並且在出現後開始熟摘下來 打回一段橫行的走勢 而今天的一個開盤 正正是這支大陰軸的低位以上 往往是有機會向上出發的一種徵兆 並且在升穿這一排橫向的頂位 而升穿橫向頂位那下 為最佳的一個突破入場位 指涉價可以以近期吸醜量最大的位置 那個3月10日的最低位作為指涉 指涉價我們可以看回去 波林線中線的附近 大概是15.5元 成交量今天是突然間的東西多出 3月出擊條線的穿上中線而向上 再來看一看周線圖 同期這次的架位 是之前的密集區的附近 踩著一些均線的位置 我們去畫一個趨勢線給它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排的位置 是在這條趨勢線附近做培會的 這個地方往往是會有雙重的支持 在周線圖和日線圖上面是同樣出現的 月線圖就暫時不太看得出 如果月線圖是貼著波林線中線 那會更加好一點的 三重的支持是變了 好了今天是一個不錯的突破入場價 因為穿了250天線 穿了前頂 之前已經是橫向了較長一段時間 吸醜量也出了 成交量往往一變大 都是一個突破的 一個入場的特徵來的 好了今集關於周大福1929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